那现在呢给大家介绍 各个泳道的运动员 他们分别是1号泳道张来勋 2号泳道陈江华 艾勒 3号泳道也是队长亮亮 天亮 4号泳道也是她自己的幸运泳道 我们的世界冠军水扬 天亮森 好 5号泳道李承轩 接下来6号泳道 陈静悠 7号泳道 是今天重点的保护对象 水性不佳 而且据说不太保证能够 平安地游完全成功 颜值担当熊带领小姐 加油 各位准备好了吗 各位准备 各位准备 哈哈 啊 是的 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艺人朋友 已经纷纷出发了 现在熊带领还在研究一个出发的方式 不得不承认 贾乃亮和陈奕如是不错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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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孙瑶已经入水了 现在孙瑶已经入水了 他采用的是自游走的方式 好 这个时候果然如我们所料 已经轻松超过 李承轩 陈奕如 好 好 好 孙瑶到了 好 接下来陈奕如到达 李承轩到达 而这个时候各位给熊带领掌声 他几乎已经赛程过半了 虽然我们熊带领游得慢 但是他有一个优点 装完全没有花 超棒的 超棒的 他现在累了 换了一个扬勇的姿势 是的 我们的艺人朋友 虽然速度不是很快 但是我们的泳姿 绘得很齐全 招兰欣还有最后的三米就到了 招兰欣到达 A到达 熊带领 熊带领 太不容易了 现在熊带领在在努力的 调整自己的呼吸 辛苦了 太不容易了 这个视频 你想象的要难吗 比我想象的要难多 因为一开始我们是有战术的 所有人一起前二十五米 要慢慢游 都是骗人的 对 没有没有怪鲜的 我是骗人的 对 有那么怪鲜的 他好快 他是你一个家 我前二十米狗游过来 为了胜利 结果你不 对 都已经走了 一个队伍输赢 其实是在其次 那种团结是最重要的 从现在我已经宣布 你们败掉了 好不好 不战而败 我们好惨我们 这样 我们先看一下目前这个成绩 看到就怎么样 好 好 好